观像法在我们修诗句尊就很简单 以前没有这个电子的设施 连个照相机都没有 你们这个以前这个人也穷 顶多绘一个图片就不错了 那家里如果有个什么佛像 那是大副长扯人家了 那才请得起佛像 那现在这个有这个条件 大家要尽量你们修本尊法 像这个琉璃佛像就请一尊 这个琉璃佛地藏像就请一尊 为什么要请琉璃的 后期我们为什么修本尊法 都让大家请这个琉璃像 因为它透明的嘛 地属于黄色 所以说它是这个金黄色 用金黄色来做它的这个相神 所以你观它这个画成拇指大小的地藏像 在自己的这个心间 那这就是什么叫视剧神 你用左眼右眼啪啥一拍照 因为你自己有了在家里每次练 你就盯着它看 头部是什么样 胸部是什么样的 下面莲花是什么样的 手中火龙珠 还有一手中有席杖 是什么样的 这个形象你都看清楚了 你啪啥一拍照内里一存 这就是视剧神了 你不要用这个语言去描述 我现在想着师尊是一个披露帽 穿着袈裟什么 这叫文字描述嘛 你不用 你直接用取向 左眼右眼天目 啪啥一取向 可是以前修佛法 这个佛报祖的人才有佛像 藏传佛命 因为它因为是以前是在草原中行走的 它要迁移 它带这种象身 一个是它没有这种原材料 因为现在这种流利原材料 这是现在科技水平发达到 现在水平很容易把它弄成佛像 老辈子你要找一个天然的流利 这么大一块又把它叼成佛像 那就是国宝了 现在是大家有这个福报 有这个福报 但是不再用来学佛都糟蹋了 很可惜 那么请一尊佛像也没多少钱 喜欢大尊的就请个大的 大中小是三尊的 那么在家里经常观修 观修就 这个我们就容易修本尊的时候 它立马就在你的这个心间就显现 这就是世俱尊就完成了 就不用去按照那个经典来描述 它长什么样长什么样的 用文字在不停地提醒自己 欢迎点赞 留言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